所以說 幼圖的長方體是由許多邊長一公分的小正方體所組成 好 拳圈起來 那麼 若拿掉其中有鋪顏色的六塊小正方體 請問你 新的立方體的表面積變多少 欸 這個題目 打新號好不好 我覺得這題目出得很漂亮 出得很漂亮的原因不是說它很難 而是因為 大部分題目很少考這種這樣子的考法 我先問你的問題 我們把題目先簡單化好不好 請問你 當我把其中的拿掉的時候 當我把其中的拿掉的時候 先拿一個就要去不要拿六個 我把這其中一個黑的拿掉 請問你 你認為我的表面積是變大變小還是不變 來 我們試看看好不好 對 我講是表面積喔 請看一下 這個是原本的表面積嘛 對不對 就是六個面嘛 好 你可以解到其中一塊 好 我要這樣子 請問你 當我把這個拿掉的時候 你認為我的表面積增加還減少了 你覺得 我們看一下喔 上面這個表面積是被拿掉的 可是下面這個表面積呢 又多出來了 所以剛好互相抵消對不對 好 再來用不同的顏色 紅色這個表面積呢 被我拿掉了 可是裡面這個表面積呢 又多出來了 所以很明顯的 當我少一個的時候呢 就會多一個 所以一直在推 另外那六個呢 是不是一樣 但你的小線的地方是這裡 像這兩個怎麼辦 這兩個怎麼辦 是不是完全一樣 因為你少兩片的時候 比如說這邊少兩片 這邊少兩片 這邊少兩片 吃到裡面的部分啊 也會一樣怎樣 多兩片出來 所以答案呢 結果你的面積是怎樣 還是一樣的 所以怎麼算 來看一下喔 這總共有幾個表面積 一二三四 一二三 一二三四 所以四四四四十六 啊有六個面嘛 所以乘以六 這檔多少 有十六 是吧 長方向 喔這邊是三乘以多少 三乘以四 不好意思 所以這裡是十六 這裡呢 是三四十二嘛 對不對 然後上面這個呢 一二三 一二三 一二三四 是十二 對不對 然後重乘起來怎樣 乘幾倍 乘兩倍 為什麼 因為左右上下前後 各一個嘛 各一組對不對 就乘以二 所以答案就出來 答案就 二十四加十六 四十 四十乘以二 答案就 八十 所以答案選A 答案不正義嗎 要 還要再扣掉那個東西 扣掉什麼東西 扣掉什麼東西 喔 加來 怎麼樣 怎麼樣 那臉不知道會有肉出來 哪個都出完了 不過下面那兩個 這兩個嗎 這兩個嗎 那邊邊不是好像吃 八十五 邊邊兩個 那它是來笑皮的話 前面還要兩個 什麼意思 就是它不掉兩個面 兩個表面就一出來 然後拿掉之後變成六個 你這個拿掉的話 我們看下面這個好了 這個拿掉的表面是怎麼樣 我們看一下好不好 如果你是在這邊挖掉的話 對不對 應該是這樣子吧 對不對 好 如果你挖在前面這個的話 後面是不是就一樣拖出來 然後左邊的話 右邊也拖出來 啊上面這個挖掉的話 下面也就得拖出來啊 所以其實應該 反面經理還是一樣的嘛 對 反而沒有對不對 所以拖出來了 不好意思 對沒有錯 這邊來看這邊 側邊這兩個沒有 本來就沒有 因為如果你沒有挖掉的話 是不是有側邊這兩個 所以直接拖出來 這兩個 所以應該加二 不好意思應該加二才對 所以答案是八十二 所以來不好意思這邊 這邊有點講錯 腳的地方沒有問題啦 就跟原來是一樣 對不對 是中間這兩塊這個地方 側邊是拖出來的 這樣子 會啦 好 所以來選B 不好意思要改一下 答案是B才對